如果說您覺得說我在簡報過程裡面 可能我需要 發配一下我螢幕上的操作 這個時候呢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叫補貨幻燈片 也就是用錄影的 好錄螢幕上的畫面那我就可以搭配這個 好你就問他 你要哪一種 反正基本上就是全都錄就好了 好全都錄我就按確定 但是注意一下喔 因為我們剛剛是不是有指定我的簡報 那個專案多大了 所以他這邊就有個綠色框框 就有個綠色框框 告訴你說你現在是多大 所以他只會錄綠色框框這個範圍 這樣有了解喔 這個稍微注意一下 那你可以確認一下麥克風有沒有聲音 OK 那好了之後呢我們就按開始 這個時候你的操作 比如說我在這邊做的操作 或者是你 需要移動一下框也可以 所以他就可以把那個錄影的範圍 再怎麼樣 稍微拉過來一點 好如果錄好了 請問該怎麼辦 剛剛他有告訴你快速鍵喔 有人記得嗎 沒有嘛對不對 我也忘記了 怎麼辦呢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有一個他Logo 點他一下就好了 如果真的 你不知道到底有或沒有的 有沒有看到這個東西跑出來了 但是這樣比較不專業喔 這樣了解喔 所以快速鍵最好還是要記一下 這樣才比較專業一點嘛 好我就直接停止 你看 你看 我剛剛有沒有錄一段在這裡了 這一段 這一段 你可以play看看 是不是就錄下來了 那錄影 跟 影片的剪接 跟剛剛聲音剪接一樣 哪一段不OK 你就把那一段把它mark起來 來 這一段重錄 這樣就好啦 你看這裡我把它拿掉 有沒有這段 這個 那一段就不見了 對不對 好那你有需要把它分割開來的話 我在這邊 把它分割開來 這裡 那你 這裡 有沒有就分開了 有需要錄第2段第3段都可以 好那 一般來講 如果你覺得啊我還要這樣去看說 到底 你 就是 哪一段 OK在那邊補的話 你覺得這樣麻煩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就是用後面這裡 後面這個 你看一下 我剛剛是不是都用這個 去做切割 可是呢 後面這個切割也很好用 什麼意思 本來我們用這個切割是說 我同一個投影片 我自己就一分為二 就是把前半都後半都分開 但是如果你用後面這個 直接把後面變成另一個投影片就好了 我們試看看喔 你看喔 我現在是一個投影片 好我到這邊我把它按一下 您注意一下待會這個的變化 這裡的變化 我把它按一下 登 你看前半段在這裡 有沒有還是大概7秒左右 後半都已經跑來這裡了 影片是不是到這裡了 但是呢你要調整啊 你在這邊比如說你可能講了順序有錯的話 按著往上一拉 有沒有就回來了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在講的時候可能順序顛倒 但是你又不好意思補救嗎 不好意思在現場跟同學講回去自己 移花接木一下 我上課是這樣講的 沒有開玩笑 就是你要做剪接其實還蠻方便的 還蠻方便 這是這套軟體的優點 好軟體優點 那最後呢如果你做好的 是不是要輸出 我們剛剛講過這套軟體 它是免費的 那麼其實全功能你都可以用 可是呢 它的 影片剪接功能 是完全免費 如果你用到它屬於付費功能 因為這軟體是做數位教材用的 做一些互動 它可以做一些互動的教材 如果你用到的是付費功能 它也可以輸出 可是會有個LOGO 就是左上角會有個小LOGO 但是你還是可以用 只是說 影片的部分完全免費 所以不會有LOGO 那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我把專案檔先儲存一下 我來發布喔 在哪裡有發布 上面這裡 有一個叫導出 有沒有 導出就是把它輸出囉 你看 它可以輸出這麼多種 視訊 可以做網頁PDF Word 也可以變成 HTML5 但是我們 完全免費的就是這兩個 視訊跟圖像 就是 你輸出不會有任何其他 有的沒的 就是完整的輸出 完整的輸出 所以呢 我輸出一下給各位看喔 好我就把它輸出出去 那這個可能就要一點時間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那你也知道為什麼 我不用這個軟體了嗎 如果是像這種現場即時的 我沒有那個時間等待它輸出 因為我錄完就要播了 就要放上去了 所以為什麼 你會覺得說 奇怪為什麼我剛剛 特別問各位一下說 你要用哪一個 如果你是屬於像我這種 比較即興的演出的 你看現在都不是講教學 叫演出 這種的 因為你需要比較快速的方式 所以我會用這個 雖然它很單純 只有錄影的功能 但是我熟悉之後 其實它就很方便 但是呢如果你是比較 覺得說我需要比較精緻一點 我想要一點後製的 那您搭配我們剛剛這個 Active Printer 這套 就還蠻好用的 好 那 可能我們今天時間 我看一下 已經好了 我給您看一下 它輸出好了就這樣 檔案也不會太大 但是效果還蠻不錯的 這個基本上就照那個順序的 好有聲音對不對 然後後面呢 有影片 前面那個太長 忘記把它再剪掉了 好這個是影片的 有沒有 這是影片的 所以基本上 製作的方法現在工具都真的蠻方便的 雖然你沒有付錢 可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真的蠻多的 好那我們今天可能就先站直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 都沒有 你看老師都要自問自答 OK啦 那麼 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們OneNote的這個資料呢 就是會持續開放下去 所以如果說各位 你想要複習一下 事實上我們還有很多東西沒有講到 就是 如果你想要再看看上面教材 一樣會留在上面 那第二個我們上課的這些錄影的影片 我會公告在OneNote上 也會在我的YouTube頻道跟部落格 所以 我也會再寄給那個 靜宜 請他再 幫忙 如果說有同學有參加 你就再留意一下 最後 我們上課是有提供售後服務的 所以如果你有問題 你的那個 講義上面是我的Email 那 老師有買關鍵字 你如果不知道你就從這邊 你看 這樣是今天有廣告 你按下去我就會付錢 OK 好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資料 可以在Google上搜尋一下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